大家好 我是Anderyear 这节课由我来带大家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 Camera相关的知识 那么开始之前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的中文名字叫Yeh九瑞 英文名字是Anderyear 然后Anderyear这个单词呢 是我自己发明的 然后等过后我跟大家讲一下Anderyear这个单词的具体意思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 我一直在从事着IT行业的工作 之前也做过JavaWeb的开发 后来安卓兴起时开始转行做安卓 然后12年的时候国内智能电视开始发展 当时开始对TV方面软件进行研究 然后曾经参与过银行类的比如说电商项目 还有一些安全类的动态口令项目 以及手机钱包 视频类的软件的开发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安卓开发的 相信大家选择安卓也是没有错的 因为目前安卓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比如说手机啊 像那个智能电视 TV机顶盒 以及一些车载系统 还有一些目前比较火的穿戴式设备 比如说智能手表 还有以后有可能就是智能冰箱啊 智能洗机啊 以及空调 这有可能都会用到安卓系统 所以说大家的救援面还是挺广的 那么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安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嗯 大家看一下这个安卓这个单词 因为我是一直在从事安卓行业 并且对它也千有独钟 所以说我就取了安卓这个前三个字母 以及加上我名字的第一个中文拼音 所以说就组成了安卓 然后这个单词的意思 也就是说前面三个字母单独拿出来是和 那就是说就是安卓世界有你也有我 成长的路上有你也有我 希望我们一起成长和进步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件 然后本节课呢 就是总共分为四大块 安卓拍照和录像 嗯 第一部分是 开莫尔的介绍 第二部分是 安卓拍照相关的知识 第三部分是 安卓录像相关的知识 最后呢 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 我们先看一下 安卓 开莫尔的介绍 学完整个课程呢 我们大家能够掌握到 开莫尔拍照功能的开发要点 以及一些技巧 还有一些安卓录像功能的开发要点和技巧 那么在开始讲之前呢 我们就是给同学们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 一定要去看一下官方的文档 其实官方的文档上写的还是挺详细的 自学的同学可以 你可以去查询 那么去哪里去查询文档呢 我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知道本地SDK 就是我们下载谷歌官方的那个安卓SDK里面 谷歌自带的有一份 就是立线版的API相关文档 目录是在安卓SDK下面一个DOCS目录 那么我带大家看一下 我的是SDK放在D盘安卓下面 然后我们打开SDK目录 里面有一个DOCS 记得DOESCS 也就是文档的意思 打开后里面是一个 看嘛 里面是一个 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立线版的网页 这个index.html 就是就是网页的入口 我们可以就是通过浏览器去打开它即可 那么我这里就是已经打开了 我就不打开了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就是谷歌的这个开发者网站可以看到 然后在下面我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个是我浏览器里面打开的就是本地安卓SDK DOCS目录下面的一个立线版的API文档 这个就是谷歌开发者网站上面的相关的文档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这两个都可以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网站版的吧 API文档吧 那么网站开发者网站上面的入口是在develop开发者 然后里面有一个API这个文档 然后下面分类是在media and camera 下面有一个camera的分类 记得大家就是看文档的时候记得在这里面找就行了 它这个是一个media and camera的组类 我现在我已经写到这个就是变签上面了 大家下去的时候可以去去查找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文档 如果你要做安卓相机方面的应用 那么一定会接触到安卓camera这个类 那么我们看一下官方怎么说的 他说安卓框架Inclose support 就是包括并支持 支持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相机以及相机的属性 那么他允许你capture picture and videos 你叫applications 他就是说他允许你在你的应用里面去拍照片啊 或者是视频呢 那么下面他说 这有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并快速的开发文档 帮助你来进行进行拍个照片呢 或者是视频呢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注意事项 那么里面有一些包括一些就是camel做这些camel 用这个camel类之前要做哪些工作 以及快速拍个照片呢 或者是也存储啊之类的东西 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文档 在这个地方呢 有几个知识点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份文档应该是谷歌工程师最新更新的 然后在安卓5.0 也就是api21以后 谷歌新增加了一个camel2的类 之前一直用的就是camel这个类 然后camel字面意思也就是照相机的意思 那么新增加了camel2 它也就是说 里面有可能增加了一些新的 比如相机的一些滤镜效果呀 或者是一些新的对新硬件的知识等 那么旧的api为什么被废弃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camel 他说这是一个旧的被废弃的api 那么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那么来到我在地方已经打开了 他说camel这个类是在api21的时候被废弃掉了 那么被废弃掉了 我们是不是就不能用呢 他说我们建议使用那个新的camel2这个api 就是在我们新的开发的应用中间 就是说在api21以后 就是我们要用这个camel2这个api 来开发我们相机的应用 之前还是仍然使用camel这个类 所以说我们开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平时大家经常要来 要去官网去看一下 就是一些相关的知识 比如说一些新的特性 或者一些更新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在开发中少走很多的弯路 接着往下看 这地方有一个surface wheel 那么什么是surface wheel呢 surface wheel就是几个在单位时间里可以展示多张发面的一个空间 等过分我跟大家详细讲一下 再往下面是录像的一个类 它就是负责就是录像的 然后再往下是intern的 有两个intern的 一个是拍照的intern的 还有一个就是录像的intern的 这个我们后面要用到 再往下就是如何使用这个相机来进行拍照 就是已经存在的相机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使用第三方的应用 怎么写一个应用来调用系统的相机拍照呢 下面有有1233个步骤 我们通过这个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拍照程序 后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surface wheel这个空间的相关知识 以及如何使用 然后再通过写一个小例子 帮大家快速掌握这个如何通过相机来进行拍照 谢谢大家